夏天细水旺季到来 拥有全台最美海景的东海岸 总是吸引不少民众前来从事水上活动 但是今日却频频传出溺水意外 水域的安全问题再度浮上台面 对此东莞出就指出 海上容易受到天后的影响 掀起风狗浪等灾害 也呼吁民众要留意气象变化 海东线拥有畅达173公里的海岸线 不仅美景吸引游客拍照打卡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也成为许多水上运动玩家聚集的胜地 但其中有156处属于危险水域 尤其每年夏季是溺水意外高峰期 近日在都立海滩和都兰观海平台 都传出民众溺水事故 虽然两极案件都成功获救 但眼看暑假细水旺季将至 水域安全不得不重视 台风警报发布 虽然没有靠近台湾 只要在东南沿岸的话 其实都常常会有一些风口浪或长浪的部分 对我们这个环境有影响 所以大家玩水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随着夏天来临也即将进入台风季 天气良好看似平静的海面 容易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掀起致命的风口浪 民众下水游玩前 除了评估与观察环境外 另外就是要小心注意再留意 别因为一时贪玩 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旱事 记得夏佳慧成功致恩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